煎得表面酥黄大饼 松软绵腻香气逼人 这可不是一般的面粉所做出来的 而现打的发芽豆浆又浓又醇 还弥漫着醉人的坚果香 这究竟里面还加了什么呢 卢素19年的李玉珍 认为早餐就是一天的活力来源 他就用心研发出最营养健康的餐点 现代新出发健康带来 来欢迎我们这一位 永远都是充满了活力跟开朗的 李玉珍师姐 师姐您好 艾珍姐好 赶快温柔地打个招呼吧 所有观众大家好 气质非常地高雅 但是永远都很有活力 因为你做事情很快 说话很快对不对 可是上台比手鱼又很优雅 我想到你也会做相机 当然 当然 所有事情都要做 可以做实际 死打失 报 relevant都要做 全部都要做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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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特有意思 就是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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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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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잘못言 每天都要給你們家的福泉師兄 一個非常有活力的早餐 所以你都盡量會親手做早餐給他吃 對… 那我們今天就是本意的福氣 好 大家一起來 你看多甜蜜 好 那我們本意的福氣 就要請你教我們做… 今天是早餐 早餐是叫做什麼早餐 活力早餐 好 我們就來看看活力早餐 要準備什麼樣的材料跟調味料喔 活力早餐 芝麻一人餅 材料有山藥一人粉兩杯 中筋麵粉兩杯 熟黑芝麻四分之一杯 熟白芝麻四分之一杯 小米半杯 椰子油一湯匙 調味料有鹽一小匙 香醇豆漿 材料有泡好的黃豆兩杯 綜合堅果一杯 白芝麻半杯 冬瓜茶一百八十CC 開水一千一百CC 好 這個愛的活力早餐呢 首先你要先做的是哪一樣呢 現在做餅 芝麻一人餅 然後那個小米呢 先把果汁機打 半杯的那個電鍋杯 這個小米還要打喔 打橙汁 半杯 這個是半杯 就是它 要洗乾淨喔 來... 小米要洗要不要泡 不用泡 直接洗乾淨就好 用浸水洗喔 好 用乾淨的水把它洗乾淨 大概幾分鐘就好 來 這個水也要 好 一杯 好 那這個要打嗎 不是 乳要打 好 這樣打 來...來打 來 好 來 放著 來 我們來打 先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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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 你看 現在它打成小米薑喔 對 小米薑 然後你現在要來吃一看喔 兩杯 麵粉的話 兩杯 兩杯 第一筋還是 中筋 中筋就好了 中筋 好 這也是三藥薏仁粉 三藥薏仁粉 對 然後也是一樣兩杯 好 要倒進來 所以這一份是可以做好幾個餅喔 大概大的大概六個 一家人四個人可以吃 好 所以你們加幾口 有四個人 剛好 黑白芝麻各四分之一 這個電鍋杯 四分之一 都用電鍋杯來涼 對 來涼 對 所以黑白芝麻是熟的喔 對 熟的 OK 那個... 不好意思 剛剛要那個鹽 要小湯匙的鹽巴 這個裡面 對 我剛剛忘記炸 要炸喔 因為那個三藥薏仁粉 就是有一點甜味嘛 然後加一點點鹽巴下去 好 跟小米 那也可以直接放這裡面 對不對 好 然後這個 這是什麼 這個是油 就是那個椰子油 一湯匙加進去 對 這個椰子油 對 不便宜耶 可是你平用了很久啊 對 這樣一罐對不對 對...一罐對 我在油雞店問 那一罐用很久 而且他們都推薦我說 要買這個來做餅乾 代替奶油對不對 對 因為奶油比較不好 對 我也比較不好 所以我用這個 有機的那個這個 有機椰子油 對... 是不便宜喔 但是那一罐用很久喔 用很久 所以做了很久啦 真的很香 然後再來就是 來 加進來 對... 可是那個... 因為這個椰子油 它是比較算是半固體重 對...可以... 可以讓... 用熱一點點讓它... 它可以融化嗎 對...可以融合一下 那你現在這個沒有耶 它還是可以融化嗎 也可以...攪拌 對... 好 這樣很快喔 這樣子的水分 不一定夠對不對 有 可以 剛好 如果調的太稀 這個餅就不好吃了對不對 這個再加一點點好了 這是什麼 好像剛剛是... 已經融化的那個... 那東西有加比較多一點 剛剛這樣子 比較融化的椰子油是不是 對... 所以你說你早上要做餅的時候 是... 你是那個零食材來拌的喔 要煮的時間才來拌喔 對...這樣很快啊 其實很快 你不是職業婦女嗎 我... 沒有 我早餐我喜歡自己動手 你很喜歡早上自己動手啊 對啊 所以你們家師兄 沒有在外面工作 開始自己創業 自己做老闆 不用四家走的時候 你都是煮早餐給我嗎 沒有 它吃飽飯再出門啊 就會在家裡有它吃完對不對 所以才養得這麼好 你要加水嗎 可以啊 再加一點點 因為我們要調一個標準的 好...不要太多 等於把它洗一洗 再加一點點 要不然剛剛都剛剛好 對 我加這樣可以了 這樣子剛剛好 對 攪拌一下 所以它不是做成粉漿 它是變成粉糰 對...好像煎餅一樣 但是又比一般我們揉麵的粉糰 要稍微... 稍微再軟一點點就對了 對 不用發粉喔 直接這樣子就好 好...好香耶 都還沒有煎就好香耶 所以那個香氣除了芝麻 還有真的那個... 白椰芝麻 對 葉子油也是真的有比較香 比較香 就這樣子 加進去才不會硬啊 對 加一點點葉子油下去就不會硬 有一點油喔 對 因為沒有發粉 就是要加一點點油 進去就不會硬 都沒有想到 以前一般的人會是用奶油 對不對 像我們吃不習慣奶油 真的沒有想到可以用這個葉子 用這個你看早餐其實很快 好 像這樣可以去煎了嗎 可以 準備要煎了嗎 直接倒油進來 那用什麼樣 一般油就可以了嗎 對 一般油就好 我來拿一般油 這邊還有一些 用你的椰子油喔 沒有 這個有沙拉油 混到一點點那個 好 一點點 好 等一下 好 這個火要不要看 要關掉... 火要關火 關掉 如果要直接下去用餅 鍋熱了之後加油 對啊 這個加一點點油 在手上 要不然會連住 好 連住 好 就直接下去 就不用沾到其他的盤子 一些東西的 就直接下來就好 這樣很簡單啊 我們看到 一看到醫生自己的那個架式 是很會煮的 沒有 停 就直接壓一壓就好了 壓圓 所以這個餅是有一點點厚度 不要 不要太厚 薄薄的 有一點嚼勁就好 所以你除了那個 剛剛你剛剛用的是山藥藝人粉對不對 對 那你還可以用什麼粉來混 麻藝也可以 麻藝藝人粉 還有那個五穀粉 或者是五穀粉 對 都可以 可以這樣 因為這個芋藝粉 加那個麻藝進去會更香 很很香 真的喔 這樣就好 這樣可以 你看 很方便 就是現在都不要動它 現在都不要動它 它還沒有開火 先壓完以後 然後再開 它不會燒焦 你看你那個架式 那些麵團的架式 所以說早上你做早餐 那你是要幾點鐘起來做早餐 其實很快 大概二十分鐘左右就會 因為 要攪拌一下洗一洗 打一打就OK了 就這樣 你的個性說話也很快 做事也很快 然後又很俐落對不對 對啊 對 那你們家師兄的個性 剛好都慢慢的 對 你們兩個人好像是完全是 不一樣的那個個性對不對 對 所以師兄有沒有做早餐給你吃 沒有 都是我在做 他不可能 他會很忙 他會幫我洗完 他會拖地 有時候 好 這麼好先生 好 你看這樣三塊餅 就慢慢去煎了 對不對 對啊 這樣 好 所以說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開火了吧 可以了 可以了 中火就可以了 都不要動它 等一下不要 要讓它穩定 對 穩定一下 對 所以說你看那個 真的學會了 這就是幾個訣竅嘛 對不對 然後這樣子慢慢慢慢的來 來這樣子 所以我剛剛還在 還在最有興趣的事情 就是說你們兩個人夫妻 這麼恩愛 這個幾十年呢 33年 33年 你們前面有談戀愛嗎 有啊 大概一、兩年了 那現在你們兩個人 從相識 你都是這樣 說話很快 做事也是很快 他也是就這樣 從以前就是年輕 就是慢慢的嗎 因為我時間 時間來不及了 坐一坐還要去公司 還要幫忙聽電話 照顧孩子 對啊 很忙耶 對 很忙 對不對 還要做實際耶 對啊 做實際 那麼多功能 煮一下做完香氣 又要去比手 對啊 我平常會把事情做好 才會出去 所以說真的很棒 那可是 可以了 可以了 來 要不要那個夾子 用鍋鏟就好了嗎 好 對 漂亮喔 還好耶 現在 再加一點點油 再加一點點油在鍋子裡嗎 是不是 過來的時候 煎的時候 好 再怎麼樣 給它換 調一下位置 這樣動一動好了 所以說我們其實 像我自己家裡面 我嫂嫂很能幹 做事做事很快 對 馬上進廚房 飯菜就燒好 洗完也是快 對啊 要快 要不然家庭主婦的話 真的是快很準 事情很多 對 什麼都除靈好 我哥哥也是這樣慢慢的 像你這種個性 比較做事情快的人 你看見師兄慢慢 慢調思理 你會不會受不了 不會 有時候該班的時候 我會慢下來 你也會慢動 對啊 當然 也是會 所以你去比手語 就不能急 不能急 要用心 好 師兄有沒有被你訓練到 他也比較少會更快 有時候會 會 有一點點 有進步了 有進步了 所以說你看這種 三十三年的夫妻生活 然後兩個完全不同個性的人 這樣協調起來 要這麼恩愛 你看做外面的事情 我做裡面的事情 像公司的話 就是過去 孩子待在身邊 然後聽電話 又跑銀行這些 就是你做這些 對 然後他去處理其他的事情 對 他是工程在外面 可是你們兩個 現在一起做慈祭 對啊 就是更好 我一有事的話 就麻煩他帶我出門 比較方便 像今天你看 就帶我來 今天你看 好時間空下來 陪著夫人 然後他也不會說 不耐煩 不會啦 慢動作的先生很好 不會不耐煩 對 好 這個算要慢慢煎 我們現在不要管他了 對不對 就讓他花點時間煎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就來做另外一樣東西 豆漿 好不好 同時 好 現在我們做豆漿 可就是要仔細學了 首先要買黃豆 對 黃豆 黃豆 黃豆買回來要怎麼處理 就要先洗乾淨 洗乾淨 用來淨水洗乾淨 對 然後洗乾淨 然後泡整個晚上 大概十五個小時 十二個小時左右 要不要放冰箱 夏天 夏天可能要 夏天要放冰箱 冬天就給他泡在外面 那泡十二個小時之後 變什麼樣子 就變這樣 是這樣嗎 這個只過的 生的在這邊 好 來 給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生的 泡好的 沒有 這個要有 比如說先洗乾淨以後 用冷開泡著 泡著 大概隔天 明天早上就可以瀝乾 瀝乾 放在這邊 然後用蓋布蓋著 就會發芽 黃豆是我發芽的 發芽 那請問 這個發到這樣子的芽 是要多久時間 兩天 你要等他兩天發 吹芽吹到這個長度 差不多一公分多 對 對不對 好 那就要長得 然後想到這個狀況之後 我們再來怎麼辦呢 就可以電鍋煮 用電鍋蒸 對 像煮飯一樣 像煮飯一樣 對 外鍋放幾杯水 就是也是四分之一的水 大概半杯 就把它煮熟 對 煮熟 那這樣一次可以多煮一點 對不對 對 可以 好 那多煮一點 然後我們來看看那個 蒸熟的黃豆 電鍋裡面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好有成就感 你看對不對 這個 這個是蒸熟的黃豆 然後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打豆漿 對 好 來 這個怎麼打 我是用兩杯的 一樣是電鍋杯 兩杯 好 現在你教我們的比例 就是用兩杯 兩杯 一家四個 一家四個 那腰果也是電鍋杯的一杯 對 然後加四個一杯 因為我們四宿的人 一定要有堅果類的東西 好精通 直接就夠營養 那個白芝麻是四分之一 對 然後平常你用那個… 比如說冰糖也可以 可是我有自己煮冬瓜茶 然後我把它加進去 會比較香 對 我可以說一小口 冬瓜茶 對 不要香 就180CC 對 好香喔 對 這樣滴滴 感覺好甜蜜喔 對 要讓大家一起甜蜜一點 然後還要加水 冬天的話 可以用熱的嗎 可以… 來… 但是不要太熱 好 我知道 打一打會還會熱 打一打太會熱 先來一點 先來一點 大概… 溫的嗎 這個真的… 1500cc 好甜蜜的滋味 你好厲害 還想到用冬瓜茶 再加一點點熱開水 再加一點點熱開水 到100… 對 你看到哪裡 再加… 所以冬天可以有一杯 溫溫的豆漿 對,冬天可以喝 這個是叫做堅果奶 對 好想喝 好 這個很簡單很快 所以這個一定要用到 所謂的調理機了 這個… 好,這樣子蓋著 這樣就好 蓋著,好 來 這樣可以啦 可以了… 可以了 好,來 現在我們這個打好了之後 再來怎麼辦 不用過濾 不用,這樣就可以喝了 有渣渣嘛 才是要喝對不對 有一點點 假如用那個機器 不同的機器 就沒有渣渣 那我們就可以配餅吃這個了 可以啊 那個餅可以吃了 可以了 我來吃一口好不好 好 那這一片 漂亮… 一個餅 然後呢 我們再來一碗這個豆漿對不對 對 這樣子直接喝了 對,直接可以喝了 是,所以說 充滿了能量耶 好幸福的感覺 所以你想要吃更碎 就把它打更碎 但是我現在還嚼到芝麻香 芝麻香 一天如果這一杯下去 對,早餐很重要啊 比如說出門之前 就是用這個能量早餐的話 整個人就活躍起來 有精神做事情啊 難怪 難怪你們兩個人 都這麼樣的有活力 要拚事業 然後又要做慈濟 要承擔這麼多的事情 然後 吃一口肉餅 外酥內軟耶 對 然後香香的事 點點鹹味 對嗎 對 然後我真的沒有想到 我們美麗的玉清清姐 比手語比得這麼的優雅 然後還會做這麼棒的 活力早餐耶 好羨慕喔 今天我們真的是感恩 借到了我們福泉師兄的 本意的福氣 才可以獲得這個活力早餐 感恩你喔 感恩… 好好吃喔 活力早餐 芝麻一人餅 做法是小米與冷開水 放入果汁機打勻 並且加點鹽 將麵粉一人粉 黑白芝麻 椰子油等材料混合 慢慢地加入 已經打勻的小米汁 攪拌成為麵團 取適量大小的麵團 放入瓶底鍋中壓瓶 以小火煎至兩面金黃就可以了 香醇豆漿 做法是 浸泡12個小時的黃豆瀝乾水分 放在可以漏水的容器內 上面用紗布蓋好 每天用冷開水清洗兩次 待兩天之後發芽備用 發芽之後的黃豆加入一杯水 放入電鍋煮熟 外鍋放三分之一杯水 煮熟的黃豆加入綜合堅果 白芝麻 冬瓜茶 開水 放入果汁機 一起打勻就可以了 來到大都會台北新一區 可別只是忙著逛百貨喔 轉進巷弄中隱藏了一處 古早純樸的好地方 這裡是台灣第一個建立的眷村 四四南村 在這一溪可以看到古早與現代 衝突的美感 讓人難以忘懷啊 而興趣的另一個角落 更有一道美食 值得你回味再三喔 就是這個烤得香香酥酥的胡椒餅 傳統的胡椒餅發源至中國大陸福州 又叫做福州餅或是蔥肉餅 不過你能想像胡椒餅也有素的嗎 每天出爐的胡椒餅香 瀰漫在這間巷弄裡的溫馨小店 這是由盧樹二十多年的夫妻倆 一同把家再改造經營的 老闆因為原本從事的行業不景氣 加上小孩愛吃胡椒餅 乾脆就和太太 一起來研究這美味的小吃 其實餅皮是一個滿大的問題 因為一般傳統的餅皮 他們就是放冷之後會比較硬 沒有辦法說還酥酥軟軟 所以我就從餅皮下面去花功夫 原本就擅長烹飪的高麗明 利用老麵發酵的油皮 包入油酥後 趕過兩次讓餅皮較為酥脆 而餡料部分則有精心調配的 黑胡椒素肉還有清脆的四季豆 另外竟然還多加了魯洛絲 這中西合併的完美搭配 讓餡料的香氣與口感 更提升了一個層次 再來包胡椒餅更是費工 別看這高麗明操作簡單 卻經過了好一陣子的摸索 不要因為就是要方便自己的製作過程 然後把東西都該剪的都剪 我們還是忠於原來的 我們就我們自己要吃的好吃 我們賣給人家 我們才安心 其實看網路上 就是大家有很多人會見 很好吃 因為我之前吃的話 剛剛弄過什麼 今天我吃的跟以往吃的 真的都不一樣 這滿特別的 因為第一次吃到那個胡椒餅 裡面有加起司 然後它裡面有加一點那個 那個四季豆 就是清脆的這樣 我覺得不會很油膩 有不一樣的那個 顛覆我們原本的想法這樣 剛開始做的就是滿辛苦的 因為在巷子裡做 就是知道人並不多 很開心就是看到顧客 能夠吃到我們的產品 然後很高興 因為有很多客人來 然後他就吃到 他就跟我們講說 我吃到你們的胡椒餅 感覺好幸福喔 其實我們看到他們吃的樣子 我們也好幸福 老闆娘還說 以前只是老闆一個人在外打拼 現在是全家人一起投入工作 壓力雖大 卻讓這個家更團結更幸福 當你經過台北信義區 不要忘了 一定要來嚐一嚐這幸福的好味道